哈囉大家好 今年我出了有史以來最多的貼圖 真的是趕快爆了 前幾天剛好出了最後一組 我想說來跟大家講講我畫LINE貼圖的故事吧 可能很多人好奇LINE貼圖到底怎麼賺錢 讓我來詳細介紹 首先LINE有分原創期跟官方區 原創區是任何人都能上傳貼圖的 所以你可以做一組你自己的貼圖放上去賣當作紀念 官方區就是收到官方邀請才能出 你原創貼圖賣得很好就可能被邀請 或是本來就是網紅藝人等等 那大家最關心的分潤呢 原創貼圖30元一組 分潤給創作者約8.66元 我在跟經濟公司分成 官方的貼圖分潤比原創還少 但因為曝光度很高 所以我賺到的錢還比較多 那麼故事開始 在我大四那年 我出了我第一組貼圖 Arnieman醜到爆 我是用紙畫好在掃描上去的 我那時候不會用繪圖版 所以線條還有句子跟白編 真低醜 當時我拿給我朋友看 這是我畫的圖 我要出LINE貼圖哦 哦 嗯 不錯哦 他已經心想 哇靠你畫的什麼東西啊 雖然醜 但其實這組貼圖還算實用 該有的詞都有 而且不會太嗆 還有這種可以互動的貼圖 然後這張意義不明 完全不知道什麼情緒能用 當時我對表情的控制還很生疏 雖然這組貼圖很醜 但我記得我還是賺到了一些零用錢 因為那時的貼圖競爭者不多 我臉書又有10萬粉絲 又是第一次出 所以賣得很好 想當年我只是一個月零用錢4000元的窮學生 直接變成不用拿零用錢的真男人 所以第一組貼圖 實用度算高 醜度超醜 適合任何人使用 如果你想使用復古的洋蔥 可以去買 但真的很醜 別買完後悔哦 接下來第二組貼圖 這時候我已經是個全職圖文作家了 畫風之間大進化 使用電繪版 如果說第一組是救急醜 這組就是很醜 旁邊還是有很醜的白編 我不知道我當時在想什麼 但其實這組醜的很有風格 現在使用我也是覺得ok 有閒錢的粉絲可以去買 然後這一組 一千一組賣的還多蠻多的 我當天直接去吃 西堤牛排 慶祝 第二組貼圖 實用度高 醜度也是很醜 適合所有人使用 接下來第三組貼圖 我想說 來玩點不一樣的 那時候剛好寒假 我想說不然來倒數寒假好了 每天一個貼圖倒數 省8天囉 省7天囉 省6天囉 簡直是腦殘 出這種東西誰要買 超難用的 而且只能用一次 結果省2時 整組被退了 當然 誰叫我是腦殘 後來我就把圖改成一個字來出 想說這樣也是蠻實用的 而且此時我的畫風再次大躍進了 還有一張像王大陸的阿文 超可愛 我心想 啊又要躺著削一波啦 結果 賣超爛 比第一組還爛 我整個崩潰 三小 太丟臉了 連前十名都沒進 這時我才意識到 原來粉絲多也不一定賣得好 粉絲還是會看的 這組的實用度低 醜度還好 適合的對象是 偏向上班主 後來過一年我回頭看 這組貼圖真的很難用 我就把它下架了 但過陣子又有粉絲來死我 欸衝哥為什麼我朋友有這組貼圖 但是我不能買 所以我又再把它上架 然後再備註標記 這組很難用 除非你要收藏 不然不要買 出完這組貼圖後 我心灰一人 休息蠻長一段時間 我也大概了解 出貼圖大概會賺多少錢 撇除第三組垃圾 前兩組貼圖 我都是剛出時衝到前十 之後過幾天慢慢掉下來 我會意會到 貼圖是個能賺零用錢的好所在 但沒辦法維持我的生計 頂多當年終獎金 所以接下來我就把重心 放在經營粉專了 過了半年 我和一位插畫家朋友吃飯 他是專攻貼圖的插畫家 粉專沒什麼人 出貼圖時幾乎沒用社群平台宣傳 他打開他的數據後台給我看 啊 你 你這是 他出了十幾組貼圖 每組銷量都是我的數十倍 這 怎麼會這樣 我的貼圖的銷量 連他的零頭都撐不上 太誇張了 原來這世界上 有這麼強大的人存在 幾個月前 我以為我已經是貼圖界的頂尖王者 沒想到 連鞭都沒碰到 我真是太滑稽了 極速有鞭 我這輩子 都贏不了這個人 你放心鬆點 我們到那邊談 啊 啊 好 是 是的 謝謝 謝謝你 後來我們聊了很久 才知道我們差距的原因 我的貼圖一直都是開賣時衝到前十 然後掉下來 但他的貼圖始終保持在前三十 他每天都賣跟我第一天一樣多的錢 所以整個月下來就海放我 我不盡羞愧 我有社群平台的優勢 我的IP在臉書上也比他紅 他甚至沒有在平台上宣傳 但是我卻賣輸他 我實在是 太失敗了 其中還有一個原因 是他的角色能讓所有人喜歡 而我的圖只有認識我的人會買 不認識我的人 哎呦這殺小好醜哦 和他聊完後 我備受打擊 調適了好幾天 終於把心態轉正 既然他能爬上去 那我一定也可以 我要改變 不能再活在我自己的小圈圈了 必須優化我的角色 讓他們更受大眾喜愛 而不是只愛我的段子和內容 我的角色是有靈魂的啊 我要回歸了 出來吧 第四組貼圖 第四組貼圖 上市 當時有個啊啊啊機動景 風格獨特 因此我也做個機動版洋蔥 結果銷量普通 雖然劣奇 但還是太醜了 但是這組貼圖蠻持久的 這四年每個月都還是有持續賣出 讓我有零用錢買公仔 第四組貼圖 實用度尚渴 醜度很醜 如果你喜歡這個風格可以買 這是唯一一組畫風特別的洋蔥貼圖 接下來我馬不停蹄的出了我的第一款動態貼圖 Arnieman 海獅要告別 順帶一提 原創動貼沒聲音 官方動貼才能有聲音 很多粉絲會問 啊幹嘛不出有聲音的 因為賣不夠好 沒被邀請進駐官方啊 因為我第一次做動貼 大概花靜態貼圖的數十倍時間才完成 這次我勝券在握 海獅是可愛的動物 而且我剛畫了海獅篇小劇場 還是會害怕 還是愛著你 還是要告別 我心想趁著這波熱鬥 想必是要發財啦 準備換新電腦囉 結果賣丟爛 可能還是太醜了 加上有些圖不太實用 又要60元 真是慘 我自己現在看到也不會想買 因為每組貼圖都花了很多時間 卻賣不好 因此我又消沉了一陣子 接下來第六組貼圖 阿文1 上架 阿文本身就非常可愛 有助於拓展粉絲群 配上嗆嗆的網路用語 肯定賣得好 結果 真的賣超好 屌打我第二組的紀錄了 但是依然是上排行榜幾周就下來了 一樣連我朋友的編都摸不到 這組貼圖的銷量是目前最高的 用詞使用度中等 適合對死檔或熟的朋友使用 這組貼圖只要喜歡阿內麵的都可以買 他賣得好的最大原因是台詞 其次是圖 台詞夠好笑 話題度夠 大家買單 而且粉絲的反饋非常好 但是我有幾個朋友跟我說 其實有些圖太嗆了 只能對死檔使用 有些詞能使用的範圍太窄 很難用到 我聽了他們的話 緊接著出了 阿文2 網路流行用語片 X 這組貼圖線條 詞語 都大修正 我認為不會太嗆 實用度又再升一級了 但也有粉絲反應 沒有第一組阿文那麼嗆 火力不夠不想買 啊 我真是為難啊 這組銷量 跟第一組阿文差不多 沒有大突破 這之後我還是稍稍消沈 唉 出了這麼多組 我還是永遠都達不到我朋友的神境界 我大概只能賣這樣吧 雖然我的銷量 在千萬組原創貼圖中 可能是PR值99 但這一趴中 其實存在非常大的急劇 我根本爬不上去 一陣子後我的插畫朋友 狗語路來請教我貼圖的事情 我就把我所知的都分享給他 也告訴他 我始終沒辦法達到神的境界 結果他說 沒差阿 假設我一組貼圖一個月只能賺5000 那我出十組 五萬阿 被動收入 爽阿 對不對 我被他的話給激勵到了 沒辦法發大財 也能求穩定被動收入嘛 我照著他的話 繼續畫了 而過了幾年 狗語路大大也沒有出幾組貼圖 我問他說 阿你當年不是這樣講嗎 我都聽你的做了 阿你自己怎麼沒有做 他就說 蛤 我講過嗎 你是不是記錯人啊 別人跟你講吧 幹你國軍喔 好拉回來 因為大家很喜歡阿文 我就依大家的期望 一直出阿文 而且都賣得不錯 但我心中 還是很不識滋味 我是誰 我是洋蔥啊 憑什麼主角沒有自己的貼圖 憑什麼 第七組貼圖 OnionMan 洋蔥來了 吻屎 貼圖存在的意義 就是在對話中 一眼就能挑出需要用的貼圖 這樣的貼圖 才是好貼圖 洋蔥來了 是個真摯完美的貼圖 銷量 輸給阿文 幹 不過沒關係 至少出過了 這組我非常推薦大家買 實用度 很實用 醜度少 適合使用對象 任何人 而在這段期間 我無聊時也出了一些智障貼圖 例如 讓你不用打字的文字貼圖 實用 我推薦 錯字貼圖 實用 找我朋友拍的宅宅專用正妹圖 賣不好 呃 還有 絢爛的七彩圓球 幹 這個竟然真的有人買 誇張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搜尋 接下來我出了洋蔥主題 這組主題算是我第一組 一直排名在前面的作品 但是主題市場比較小 所以我也沒有報復 這組主題 我推薦 可以買 接下來LINE推出表情貼 我聽到消息立刻開始話了 開玩笑 表情可是我的強項 最後銷量 以表情貼來說賣得不錯 但是可能用戶不習慣使用表情貼 所以還是輸給阿文貼圖很多 而表情貼的實用度 只要會搭配就很好用 這組表情貼我覺得可以買 只是你要會搭配 這是我的自信之作 而在2015到2018年間 我都沒有收到官方貼圖的邀請 看著身邊的朋友 維藤 辛卡米克 啾啾妹 一個一個出官方 我自探不如 終於在2018年底 我收到邀請 我流下感動的眼淚 原來我還是可以的 第一組官方有聲洞貼 在今年三月問世 這組貼圖我認為實用度不錯 也賣得很好 所以LINE官方又為我在8月排了第二組洞貼 這一組比較多小劇場中的用語 例如失序了失序了 跟好累 哥哥這沒什麼吧 但是這一組的銷量比第一組差 我認為是時間排太近了 我今年實在出太多組貼圖了 而在這兩組之間 我又出了一組我早就畫好的阿文3 實用日常用語 這組貼圖我非常愛 我在文字上下了功夫 可愛又實用 但是賣得很普通 因為跟前面的組卡太近了 接下來我又收到邀請 分別是過激貼圖 跟水泥田貼圖 我想說 幹太硬了吧 會死啊 啊不管了 過我出去了 全接了 這幾個月簡直是敢搞第一 我要兼顧我的兩個頻道周根 以及商愛 再破出時間做洞貼 我的幹可以當子彈 10月22號 Arneman 洋蔥阿文動起來3 過激貼圖 上市 我很喜歡 沒啥缺點 反正這三組洞貼 你們就挑喜歡的買 我無法說哪一組最好 11月21號 水泥田貼圖上市 還不錯 可以填上自己的名字 也有完全能自由發揮的貼圖 可以無限次更改文字 而這樣子的銷量我都還不知道 因為我都還沒問 看排名應該就是中上吧 以上就是我出過的所有貼圖 光今年我就出了五組 所以我明年想休息了 暫時不出貼圖了 總之之後 我也沒有像我朋友一樣 成為超級貼圖人之神 我想說不定我全部貼圖賺到了錢 加起來也不及他一組的量 但是我的心靈是富有的 只要我的粉絲愛走 那就足夠 謝謝大家 我講完了 喜歡的話可以去下面買我的貼圖 不喜歡的話也沒差 只要永遠看著我的影片就夠了 我的主要收入還是業配 大家 下次見 還有拜託你們訂閱我 按一下 就按一下